专办给你熬的大枣莲子粥 超级养胃的 来 喝一点吧 我就是老毛病而已 一会儿就好了 你就喝一口吧 喝可以 但是我想明确一下 你这是表妹对表哥关心 还是妻子对丈夫的关爱呢 喝粥还要讲个名分 当然 我是觉得 你是为了陪我 所以才胃疼的 我很过意不去 你就当是 老同学之间的友谊吧 来 喝一点吧 怎么样 好喝吗 不好喝啊 不可能啊 咋呢 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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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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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烫好了 等下再火 来 把手都伸出来 你 你看什么看 赶紧喷 那我喷了啊 准备好了吗 我给你点疼啊 那你轻点啊 陆薄言 你放开我 我有好痛 你不要动 陆薄言 陆薄言 你没事吧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啊 不用了 你快起来啊 你这样我怎么送你去医院 陆薄言 陆薄言 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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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你赶紧送陆薄言去医院 他胃又疼了 快点 好好好 喂 什么 跳广场舞啊 好好好 徐伯 你们走了 来来来来 你等着我 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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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薄言 你赶紧起来 陆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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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干嘛去啊 没事没事 先忙 我要先走了 早饭都做好了 吃完早饭再走吧 不用不用不用 去哪儿啊 上班 徐伯 饭都做好了 坐下把饭吃了吧 嗯 你舌头有没有好一点 我 伸出来我看一下 不用 那就是很美好 需要擦药 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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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陆太太 这个粥啊 我熬了一早上 喜欢你就多喝点 嗯 还有 你最爱吃的蒸饺 徐伯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蒸饺啊 啊 这个是陆 陆太太喜欢就好 谢谢徐伯 陆太太 你明晚有空吗 你看 你的新闻 据消息人士报道 陆氏总裁陆博言 这不也是你的新闻吗 和以女仆装少女 展开了新恋情 两人在其投资的 易达商场内进行优惠 态度举止十分亲密 陆博言与当红女星 韩若曦相恋多年 却依然保持着未婚的状态 此次女仆少女的介入 让两人的感情 变得非常的扑朔迷离 那更多的消息呢 请关注本栏目的报道 这这这怎么说的 我跟小三似的 怎么了 你很在意啊 当然了 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有多麻烦 我将成为全城女人的公敌 那又怎么样 你当然不在乎了 还好看不清本尊的脸 你刚才说明天晚上要干嘛 没事 赶紧吃吧 哪有心情吃啊 那我送你去温戏网 别别别 我们现在最好保持距离 等一下 我给你带你去温戏